秀林乡长王玫瑰率领公所团队 还有多位的村长到花莲市公所参访 受到市长魏佳玄热忱接待欢迎 双方也就市政推动城市治理经验 还有共荣市亲子公园建制及养护等议题 交换意见及经验分享 希望可以共同来提升花莲的整体生活水平 也提供更多元化的亲者设施 让本地和外地游客可以有更多选择 由秀林乡长王玫瑰率领的乡公所参访团 来到花莲市进行考察 成员包括了公所科室主管还有多位的村长 市长魏佳贤亲自接待 并且在三楼简报室举办座谈会 由市长向贵宾介绍施工所的组织概况 严格还有观看市政影片 双方互赠纪念品场面温馨又热闹 随后由市长魏佳贤主任秘书翁美华建设客长徐国成 陪同之下带领参访团前往静丰亲子公园 还有花岗山细沙池 来了解这两处的活化过程和硬体建设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 希望只有这一次的访问 能够让秀林乡有参考借鉴的机会 前阵子我来花莲市的时候 就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些景点 我觉得都很特别 而且尤其是在闲置的空间里面 花莲市公所都会用这样的一个亲子公园 来打造一些设施的设施 让我们更多的那个花莲市的市民 都能够来这里带着孩子 能够来这边做一些活动 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那因为秀林乡辖区很广 我们有非常多的闲置空间 其实都没有再利用 看到了市长他们做非常多 像亲子公园这样的一个休闲设施 我想来这里来观摩观摩 怎么样回去 能够让我们的休闲空间 可以打造更多像亲子公园 这样的一个感觉 市长吴嘉贤热情的分享 设置亲子公园的经验和应注意事项 希望可以和秀林乡相互交流学习 打造更美好的大花莲幸福生活 那我们今天跟秀林乡公所 来做相关的一个市政的一个交流 那我们也特别谢谢王玫瑰乡长 带着非常认真的团队 那也到花莲市公所 我们也跟他分享一些 过去我们在亲子公园营造的过程 跟太平洋重古马拉松办理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今天也到了几个现场里面 去看了几个公园 也在现场也体验了一下 整个公园的一个设施 那其实每一个乡镇市都有不一样的特色 那我们也期许有更多的乡镇市都能够营造出 属于自己的一个亲子公园 让更多来到花莲的孩子们 或者是花莲的孩子们 都能够满足游乐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希望未来花莲变成一个大小朋友 都喜欢来游玩的观光地区 那我们也努力的一起携手 把花莲做得更好 秀林湘参访团看到花莲市的亲子游气公园 都感到相当的有兴趣 每一项设施也都亲自上场体验一般 对于公园使用的游具设施 地景草坪 甚至于是特殊的细沙 参访队都感到相当的惊艳 也期盼未来可以和花莲市加强互动交流 汲取彼此优点 相互成长 共同来提升花莲的生活环境品质 共上友善宜居的美丽城市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